我們要盡其所能地去描繪現在這個世界 我自己認為這是畫家的一個歷史使命 當代影像 新聞 報章雜誌 攝影 濾鏡 我們看到體育頻道 它獨特那種高畫質的這種 這種攝影方式等等 它都是不停在衝擊我的視覺支援 每天醒來都超級有衝動意 就是好像是萬千世界向你展開的那種感覺 後來會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 每天都在畫新的東西其實它只是一個圖像上的跳躍 可是真正屬於繪畫那一個需要深思熟慮的東西會漸漸不見 就是我還能在怎麼做能不能更簡單能不能更難 可以不吝嗇地說我這次的展覽 它就是一種浪漫主義 同時也是我自己身份轉變 不再是思考自己是誰 而更多的就是讓外部世界把自己的輪廓映射出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取名這個展覽為《近日遠放》 在《近日遠放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